中国国产榴莲终于来了 近日海南三亚种植的榴莲 入戏城上 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三亚市益财生态期 有一家大间公司的榴莲种植基地 占据着1400亩土地 榴莲树在山坡上错落有子 每棵树上只有34棵榴莲 初次挂果实 所以要充分保存树体养分 只能少量榴莲 与东南亚进口榴莲相比 海南的金枕头榴莲 能够实现树上手 在树上累计养分 榴莲的风味更加丰富 海南地区在20世纪 50年代就开始 引进榴莲种植 由于对于气候要求苛刻 存活力一直很低 直到2018年 海南开始规模化引种榴莲 目前前省榴莲已种植3万亩 对空气、温度、日照、水水等 要求非常严苛 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看看海南榴莲 在榴莲去年遭遇毁性打击 一千亩一个果都没结 开玩笑吗 这不是亏大本 我们去看一下今年的情况怎么样 这就是榴莲树 我身后就是全海南最大的榴莲基地 这游路上种的全都是榴莲 前面就是了 我突然有点紧张 我不敢走 我怕它又没结果 千块要开花 千万要开花 啊 还是没花 哦 开花了开花了 哦 哈哈哈哈 大家快看 这是全海南仅有的几颗能挂过的榴莲 大家不要小瞧这个树啊 这个树在前年就已经结了好几个大锅 小小的就是花眼将来不开成花 这里有个大的花锅 它开开一锅特别漂亮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就是小榴莲啊细长型的就小榴莲 这个结果没 这个花眼咱能看到吗 咱们的国产榴莲又有希望了 去年有没有寒冷游导致海南的榴莲几乎都没有挂过 几乎全军覆没榴莲叶叶子本来是长绿的 结果都落叶落叶了 农场都快吓坏了 后来它又慢慢的抽出来的新芽 大家知道咱们国产榴莲又多不容易吗 引进了都几十年了 都没有挂过的 只有在农业公司的一个路两边 反而结果了 大概有四五年开花 七八年能做果吧 然后十年左右才能进入盛产 现在海南有大马的几十年树林的榴莲 只开花不结果 一个果都没结果 你像这棵树十来年了 开花成千上万 只有一个果做果成功 看一眼榴莲树啊再见 一定要好好结果 多结几根果 你是全国人民的信心啊 在去年都没结果的情况下 有一个当地榴莲种植大户 他家里结了一个果 相信我们还去他家里看看今年的情况 没有来用 好久没来了 一年没来了 他的家里面都不是他的玉苗厂 大家可以看看 满满的全是榴莲树 榴莲树都挂果了 大家能看到吗 自己家院里面榴莲都能自己自熟 就问大家羡慕羡慕 家里面还有山植树 这个树也开花了 去年这个树没有花 连花过了都没有 它小 看 这个直接就结了个小榴莲 大家能看到吗 哇 这个树上好几个 一个两个 左下脚还一个 三个 去年这个园子只有一棵树挂了个小果 其他树花都没开 这个上面也有好多花 这年的情况比去年好多了 这个树它是不是很高 实际上它就四年光节 这个榴莲树长得是飞快 花花长 就是不结果 还记得这棵树吗 这个树是去年的独苗 只有它结了一个果 今天没结 只有几个花固在这里 大哥到时候一定给我留一个 我自己去摘自己摘的铁 口感有的怎么样 口感很好的 去大哥讲农科院吃了以后 都夸比进口的好吃的多得多 今年全是好消息 看来今年海南榴莲 有可能实现疯产 今年的情况非常乐观 基本上这种七八年的大树都开花了 跟去年情况完全不一样 去年就一棵树开花 就一个树结果 过个一两个月 我们回过来再尝一尝海南的榴莲 榴莲盐 看到树上都是榴莲 后面都是榴莲 流了整身汗 衣服都是的 后面在了 很多榴莲